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类似摩尔定律 可不可以预期一下 AI发展的重要的里程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确实就是我们在 AI的进度里面 基本上每次有过 这个AI的boom 就是大家很喜欢AI的 那一段习期之后 就有一个AI冬天 就是大家发现说 这套方法好像不能运用在 绝大部分的事情上 只能运用在一部分的事情上 那这个AI已经经过了 至少两次 你说是三次的这样子 一个行衰的一个过程 那好比像说一开始 大家是觉得说 一定要人能够想得出来的规则 然后把这个规则交给电脑 后来就发现说人世间 有规则的东西非常少 没有规则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交电脑规则的话 其实是心不同的 那后来又讲说 那不如就是像专家系统吧 就算没有规则 你看足够多的专家 进行判断之后 电脑自己去归纳出一个规则来 那像这样子 那但是后来又发现说 其实还有专家碰到的这些领域的变化 其实是有限 他到现实时期的时候会碰到很多 他在当时训练的时候 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这些事情 那所以这个发现 能够解决可能是比较可控的环境里面 比较像是optimization 就是优化的这些题目 才能够这样做 但很难去做 就是比较创新的 就放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状况 那到现在这一代的 就是像GPT-3这一类的东西 那他事实上是完全不去想规则 也不算什么是优化 他解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就是在像类似PTT 他们用的是Reddit 就是这种项名的版上面 就是给他一大串字 那下一个字可能是什么 他是负责解这个问题 别的都不去做 所以基本上他已经把传统上面说 怎么样是好 怎么样是不好 什么是优化 什么不是优化 他已经完全翻转 他只是说项名比较有可能 怎么样写完这篇文章的这个程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确实是可以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图灵测试 就是说他要蒙混成人类 现在变得非常的容易 因为就是大家在推文的时候 本来也不太会去管 就是前后一不一致 什么之类的 只要有梗就好了 那GPT-3是可以很容易的产生出 非常多很有梗的东西来 所以目前大概到这个情况 但是就是说 因为他当时训练的时候 只是说项名有梗的 完成一篇文章的可能的措辞 所以你如果去问他 他比方说要他解数学题 或者是说要他解尝试题 或什么 那他基本上就是 比起你在网络上面遇到 一个随便的项名来讲 就差不多刚刚好那个程度而已 所以你也很难相信 他能够去做真的 很专业的那种判断 那所以目前我们AI的发展 是到这个情况 那再下一个里程碑 可能就是说变成是 我们既可以去好像 就是把人的这种尝试的部分 就是看起来就像头像样 像是人的这种谈吐 但是二方面又可以再把一些 就是专业的训练 去做这样子的transfer 然后让他能够自己去归纳出 这个规则来 即使是在连续的 或者是不那么容易 说明规则的 就是基本上就不太像 下围棋或像棋的那些情况 那这些情况大概 应该在最近几年 就又会再有突破 因为现在发现说 像GPT3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你只要给它足够多的算力 目前看起来就是 就是算力只要更多 那它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直化的 而不是只是好像看起来像人画的 在那个状况 它就越能够自己归纳出一套规则来 所以这一波可能还会再持续两三年 那再往下可能就是关于量子计算 那量子计算当然它能够解决的问题的 class又会变多 那也有一说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人脑就是量子电脑 但是这个也只是假说而已 那但是我想在接下来一部分 就是人脑跟电脑一起思考的这件事情 好不像大家可能知道 因为Musk最近做Neural Lake 可以说往这个方向 又再多跨出一步 所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也需要创造力 也需要价值 也需要生命经验的 那可能是人脑还是比较有优势 那但是像刚刚讲的 就是大规模的去预测说 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pattern 等等这些比较容易的这些事情 属于电脑是很适合做 那在此之前都是有一个人际界面 中间那个频宽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接下来我想这个频宽 又可以再进一步地扩张 那就会变成是 我们叫collaborative learning 就是双方都可以一起思考 或者是一起学习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 当然Neuralink 有人很看好 觉得四五年之内就可以 就是达成就是人际公升的目标 那但是有人不是很看好 觉得可能要十年 要十五年左右 那这个都是 就是我想大家越在这上面投入 力气就会越达成的